对于一些猫咪出现便秘或者聚集肠症 引起的大便排不出来 可以先紧急用一些润肠通便的药物 比如说蜂蜜 如果糖或者开在路进行治疗和处理 如果是聚集肠这种结构性的肠道疾病 是需要到专业的宠物医院进行手术纠正治疗的 而对于一些幼年的猫咪 通常因为杠蒙扩原剂还不能够自主的控制收缩 所以通常需要主人用棉签沾水反复摩擦 刺激猫咪的杠蒙收缩 舒张排便 而对于一些老年的猫咪 因为胃肠如中下降 杠蒙扩原剂松弛不能够自主排便 引起疗病 通常也可以长期低量回忆 如果糖 软化大便 方便排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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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